照着一样的模式 第一个你可以先Run Run了之后以后就可以照这个模式去改 那其实很多地方都是雷同的 只有资料来源不一样 那所以呢 我们资料来源我前面讲过了 你当然第一个需要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那个什么云端的这个 那其实这个怎么上来的 其实这个很简单的 你就是要把这个 第一个当然你只要有一个 这个所谓的 Exail档 其实Exail到云端上是非常近的距离 好OK 这边注意你把它丢上 怎么丢上去 第一个先检查一下你的齿轮里面的设定 有没有把这个地方打勾 第一个要先打勾 还记得吧 不知道各位熟不熟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还蛮好用的 你把它丢上去 习惯上就是 是这样子 直接把它丢上去 放开就可以了 它就丢上去 丢上去之后的话呢 自动帮你把它转成什么 转成云端式算表 第二个你要把它发布成网页的话 这边不是发布到网络 直接把它点下去 然后呢 你是要工作表 1里面的CSV 对 我把它变成一个CSV 按个发布嘛 还记得吧 这个可能要常常用 你就熟了 那这边就有网址 你就把这个网址 把它复制起来 OK 或者你可以按右键 这边有个前网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发布到网络上面的一个 它会自动下载了 所以在下面这边就有个CSV了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一线到这里 它自动会帮你下载 那当然我们是用那个 我们Android Studio去抓嘛 用那个抓一个字串 所以抓到的字串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CSV档 那CSV 里面的话放什么东西呢 你可以按右键 我是用那个 开启的话 用也许你用那个记事本 或者是说你可以用那个 记事本++ 我用那个开启档案的话 我用 因为这边 它这个电脑里面没有预设的 那理论上当然 它会用那个 就是Excel开 不过Excel开 有时候会开比较久 而且看不到里面的结构 那比如说我今天用什么 用那个Nordepay好了 这个 把它开起来 那里面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基本上呢 它开起来的话 就是中间会帮你加豆点 可是有可能会怎么样 里面是乱码 为什么乱码 特别注意 因为 之前好像跟各位讲过 就是 所有的 其他的 这个软体公司 都用UTF8 只有微软 它还在用ANSI 就是用那个 Big 5 OK 那所以开起来就会这样 除非说怎么样呢 你开的时候 不要用 我把它再 用那个什么 我用那个 用 记事本开好了 其实你如果要把它变 不是乱码的话 特别重要 有时候将来你们遇到一定会有 类似的状况 就是说 用微软 用那个记事本开 就没有乱码 不过你会发现 你把它另存新档一下 它的那个 存档的编码方式 有没有 这边会看到 UTF8 OK 主要是它UTF8 所以不然的话 你们就用什么 用那个记事本来开好了 那开起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的结构 一定是这样的 反正它有第一笔记录 第二笔记录 所以特别注意 各位朋友没有发现 我在insert into的时候 我的forI不是从0开始 而是从1开始 为什么 因为1是栏位名称 所以如果将来 你要需要一个栏位名称的话 那你可以从第0笔开始 那如果说你 资料其实是从1开始 这个可能要稍微了解一下 那因为我们这边呢 总共会有6个资料 那你要把insert into 其实不过前面其实是编号 那也许一样嘛 我们如果说 要把刚刚的那个会员系统 改成叫做学生成绩 学生成绩查询系统 那我们需要做的 反正就是第一个 先产生资料来源 第二个的话呢 再来也许后面的步骤 其实都相同 所以你只要把刚刚的那个范例 会员查询系统 请各位试一下 也许如果你可以改成功的话 那后面应该就可以 如法炮制 可以改成其他的系统 来源的话 一律就是从云端上面 来的 而且其实用这个 用那个云端来做 它的好处是真的是蛮方便的 因为比较不用说 去涉及到那个资料库的问题 当然未来如果说你自己要架 一个 Database Server的话 当然也没问题啦 如果你如果将来自己要去架设的话 像我自己的习惯 我后来习惯 如果一个简便的方法的话 好像现在有个趋势 大家需要简单 简单的话也许你可以用NAS NAS本身就有PHP加MySQL 而且这个部分是没有费用的问题 OK好 试一下 这地方试着把那个 就是学生资料的 就是说刚刚的会员资料改一下 当然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之前我们还要做什么单置测验 对不对 你甚至也可以做个从云端来的单置测验 还可以update 或者是股市外汇都可以 那这个资料如果说你们找不到的话 没关系 你可以连到云端上面 在这个资料 我刚刚有把它传上去 所以你可以再把它打开来 那如果说你要重新练习过 假设你要练习那个 你可以从这边档案 这边有个所谓的下载 也可以把它下载成ESale 下载成ESale再丢回去 也一样OK啦 反正因为它有两个是相通的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或者找找看 好像之前我有给各位范例档 然后你们去把这个资料给找到 第一个就是说 可以把刚刚的那个会员系统 会员查询系统改成叫做 学生成绩查询系统 刚刚遇到一个问题 还蛮容易发生的 因为我刚刚奇怪 一直都没有错 为什么会发生错 因为我这很简单的 反正这后面的话 不外乎就是 把它加上我需要对应的栏位名称好了 那么未来你也可以改成 你要的那个 就是说 那个 那个 英文的名称 不过你可能要把 比如说 就是对应到 尽量 尽量不要打中文 打中文我不确定 会不会有出问题 也许 目前不会有 那将来有没有问题 也不知道 那也许我都加了总共会有到F栏嘛 所以就很简单的 B栏到F栏 OK 这样应该至少比较不容易犯错 那你只要知道说 原来在这个资料 基本上就是 配合云端上面的这个 A到F 基本上我们做好 让它自动产生 因为它也是 自动产生 那后面的这些栏位名称 我就B到F栏 OK 然后呢 接下来 不过特别注意 刚刚发生了一个 一个问题 因为呢 这个Android Studio 它很奇怪 就是说 它会自动帮你改成全新 所以那我习惯上 是按一个F栏 那这样子 你会发现 我刚刚就try了半天 奇怪 真的没有问题 奇怪怎么就卡住了 后来我才看了一下 经觉到 原来 它这边帮你改成全新 如果你的F 全新跟半新 是不一样两个东西 所以会发生错误 那后来我怎么知道的 其实我就直接在这边 看一下 我把那个 资料库 有没有 DB 从那个 昨天讲过 上次讲过 那个 从DDMS里面的 那个File Explorer 里面把它调出来 一看 原来 问题就出在这里 有没有 F 看一下有没有 F比较大 对不对 应该看得懂这个吧 有的时候 如果Insert Into 一直挂掉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栏位名称 或者是说 你直接在这边 Execute它 我就把那个 我 那个输出的 那个Seeker 有没有 先在这边 Execute一下 发现怎么样 它原来 假设我今天 这个地方有没有 我把它改全形 就OK 如果改成半形 有没有 这个是全形 把它改成半形 你会发现 它就出现 Execute的时候 就出现说 Table 有没有 Table01 Have no column Name叫F1 答案就 呼之欲出了 所以这个也是 一个除错的技巧 因为未来 你们 最容易犯的错误 只要跟资料库 有关的话 一定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Seeker语法 只要你Seeker语法 没错 我印象中 无论你撰写 哪一种程式 大概都变简单了 最难的应该 就是这个Seeker语法 所以有的时候 你可以借由一些 外部的一些 比如像这种小工具 你Execute之后 它就跟你讲说 你哪边犯错了 你把那个犯错改了 回头看一下 原来就是我这个 Table的名称 这个栏位的名称 变成是全形的 记得 就把它改成半形的 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OK 所以第一个 那当然 后面那个 就是D栏到F栏 实际上 你当然也可以用Integer 当然你也可以用Test 其实你说用Test 数字放Test 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 可是有什么缺点 效率差了一点点 用Integer 效率一定比较快 可是因为我们在 没几笔 如果你有信 你们也可以把这个 改成什么Integer 有没有 那这边有Integer栏位名称 你把它改成Integer 那我稍微看一下 那个好像那个 Ceclize它的资料形态好少 大概就是几种而已 里面不外物就是常用Test 不外物Integer 好像没有Double 你们可以看一下 好像没有Double 那所以变成什么 如果不就是数字 而不就是文字 大概是这样 那如果是 那个日期的话 恐怕你还是 只能把它放 当成是一个 那个文字来处理 OK 那当然这地方 第一个 我们建立 对应的南位名称 第二个的话呢 再一样去连线 连线部分 我稍微修改一下 把那个 云端上面 发布出来的东西 改一下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其他 那个 Open or 这个Create Database 那我这边的话呢 就 给一个名字 不过原来叫Db的Score 本来是没有2 那为什么要加2 因为它已经Create 在那里了 那我如果要把它删掉 恐怕要下语法 去把它删 倒不如 我再另外建一个 不然的话呢 原来那个还在 你就 它只要在 它就一定是Open 如果它Create 除非你把它删掉 OK 那怎么样删掉 那你也可以 透过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在 这个DDMS 这个叫什么 Enjoyed Device Monitor 对不对 然后呢 你把它 就是 如果你有执行东西的话 你就把它启动 其实有个方法 我上次讲过 这个还蛮好用的 就是Data里面的Data 找到你的专案路径 专案路径在这里 这个 OK 然后Data Base 如果你要手动把它删掉 上面有个简号 这个就Delete 如果你要手动Delete掉它的话 它会好像产生两个东西 你就可以把它手动Delete掉 这个也有一个方法 阿富特别注意 常常有同学 忘了一件事 做完之后 请你务必要把它关闭 如果你不关闭会怎么样 你会发现 如果你不关闭 将来你在执行任何的程序 就是执行的动作 你会发现 它永远都会出现 这个下方有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会一直出现 它会跟你讲说 你有那个Air Running App 那它都不告诉你说为什么 其实原因很简单 只要你这个DDMS是开启的 你这个App就没办法丢到模拟器里面去了 OK 特别注意 所以这个错误 常常有同学卡住了 过不去 怎么办 很简单 请你把它关掉 这个不要一直开着 因为一直开着会发生错误 那底下的话 我一样InsertInto 不过InsertInto我刚刚debug的时候 我本来直接就InsertInto进来了 但是我为了要去做debug 我另外再起一个字串 先把InsertInto的语法 先串在一起之后 先check一下这个SQL语法 那前面可以设中断点 设完中断点 如果你要除错的话 上面有个凑重 其实如果说将来程式有bug 你可以在前面设中断点 再去执行的时候 不要执行这个 执行这个凑重 它一样会帮你中断在这边 那中断在这边有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你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说程式到底哪边出了问题 那一样它会帮你把这个东西丢到这个模拟器里面 然后停在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里面的 有没有看到里面的变数 到底有哪一些 那你可以再去观察一下 比如说像那个我们那个 一样在按那个F8 你可以去check一下 里面的这一个 到底你的程式里面有 那个变数里面 有没有哪一些是有错误的 那你可以再去check一下 记得是从这边去执行 底下会让你显示出来 那我可以从这个里面 就看到这个SQL的这个变数里面的字串 到底里面放什么 如果有错误可以马上修正 这样的话比较容易找到错误 或者你可以把那个变数里面的值复制之后 贴到这个工具里面 让它帮你执行看看 错误它自然就找到了 所以未来你们可能比较容易发生错误 就是在SQL 如果SQL没问题之后的话 就可以把它改出来 基本上我是改了insert into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 当我点击它的时候它要跳出来 OK那当然这地方的话 把它停掉一下 因为我这边除错模式 然后呢就是让它align dialog跳出来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完成了 点击它 跳出这些东西 那修改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这一串 其他好像没什么改到 如果没有问题 大概其实很快 如果未来你云端上面有什么 手机上面也会有什么 OK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觉得这个范例其实还蛮好用的 OK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试试看好了 尽可能也许你可以再找其他的范例吧 资料来源改一下 如果你每次都可以改得出来的话 那恭喜你应该以后 云端的东西 手机上显示 绝对不会有问题 OK所以以后如果 将来你老板 或者是你公司里面 它需要有些APP 需要怎么样 随时可以更新一些资料 它可以带着走的话 这个部分倒是一个还蛮好用的一个方案 OK那我们中午先休息一下 下午再继续来看 如果可以 下午可以试试看 上次那个股票 我马上只有水泥 那也许你可以再试试看 可以把三十几个全部都抓下来 那当然我在难度其实还蛮高的 那我也有把最后做完的结果 帮各位做个整理 也许你将来要抓网路上任何东西都不是问题 而且全部抓下来也没有问题 而且在手机上跑也没有问题 基本上我已经把它装在自己的手机 测试了很多天了 没什么问题 也不会当掉 而且速度上面感觉还蛮流畅的 OK